更多關於復興航空編號G122班基所發生的 這樣的失事意外 現在呢 目前交通部正在說明 我們帶你聽他們說法 目前有十幾位是有大體發現 但是還在陸續的搜尋中 有兩位法國人 那我們已經跟法國駐台的辦事處來通知 因為呢 這個所有的這些乘客呢 基本上它有一些乘客 它是有個人的 譬如說電話號碼啦 每一個乘客都有這個身份證字號 但是呢 並不是能夠一時之間 聯絡到所有的家屬 那復興航空已經在盡力 來做這件事情 也跟內政部呢 這個護震系統 透過他們的身份證字號呢 設法盡快的來取得 他們家屬的聯絡方法 然後會通知家屬 這個要由飛安會來調查 這個一切是要由飛安會來調查 因為這個才剛這個事故今天下午 傍晚發生 所以究竟怎麼一回事 必須是飛安會調查 因為在現場我想有非常多的需要這個協調處理的事情 包括這些有些受傷的這些旅客要後送回台灣 那也有一些歷難的這些旅客呢 他的大體的處理啊 很快樂